今天準備的是Divenning裡面的 Auto Angle的這個部分 這是封面 這是我們大的槓 總共我就是把書本裡面的所有章節都整理出來 然後列在上面 然後我們會從最基本的介紹開始 然後一直講到後面的介紹各種Auto Angle的 然後最後一個應用 那我們一開始介紹就是說 Auto Angle的他其實就是神經網路的一種 然後他會經過訓練後 然後他會讓輸出 基本上他會很希望說他的輸入很像輸出 但是他們會有所差別 就是你必須要從你的輸入丟進去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找到他的特徵 然後再把它放大變成跟輸入一模一樣的維度 的東西 然後他裡面會包含Encoder跟Decoder 那Encoder的部分是指說 那中間這個H的地方叫做CodeLayer 那我們的輸入是從X的地方進去 然後他經過F這個方法 然後轉換成 通常維度 一開始的維度 經過F的方法進去之後 然後他會變成D維度 D維度之後 然後我們再經過G的方法 G就是Decoder 然後他會變成 變維跟原本的維度一模一樣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Autoencoder 然後再來是 我們就講一下 什麼是那個其他的 就介紹一下Autoencoder的種類 那這邊是一個 On the Complete Autoencoder 它就是中文叫做 不玩被 中間要不玩被的那個 字編碼器 那這種字編碼器的特色就是 你的Hidden Layer Hidden Layer就是中間這一部分 也就是CodeLayer的地方 他的維度一定會比Input的小 那他可以 他可以捕捉到最顯著的特徵 那學習的 他通常這種 他學習的過程 我們都會需要一種 一種函數 也就是類似權重的東西 去糾正他 那我們稱作 失敗函數 就是Loss Function 他會長這樣子 對 那通常他這種東西 他會跟 原本的資料去進行比較 然後再用一些特徵的方法 去算出他的值 那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Min Square Error 那 對 他最常見的就是這個方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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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下一載 那通常 Uncomplete 這個Output 他不希望學到太多的細節 那就是不然的話 特徵就沒有辦法表示全部的資料 那如果 這邊有一個比較圖 然後 他最上面的就是原始影像 然後 中間 中間是經過 這個是 Autom Encore的 處理出來的影像 然後最後一行是那個 PCA的處理出來的影像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就是 Autom Encore的成效會比PCA好 就是他找出的特徵 然後 抓到的特徵會比PCA來得多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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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請問那個 是線性還是非線性 嗯 中線性的 這個是 這種就是 中間維度比較小的 這個是線性的 這種 這種轉換 就是我們 一般人說這種 算數失敗反映數的方式 就是我們是用 假設我們是用 Min Square Error的話 那他就是線性的方式去做 去做那個轉換 然後 那這個 下一張 下一張 這一種方法就是用非線性的 就是他會用 你會給很多資料 像是 X1到X2 那 你的 Encoder 可能從 SiMap到 i 然後 在Decoder的話 你會從 iMap到 X1i 這是 請說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Rail是非線性 它其實就是裡面 用一個網路去 轉出來的 中間這個 其實它跟PCA很像 但是我們這個是 音符的 然後這是 AutoEncoder的結果 然後這是PCA 出來的影響 會發現說 AutoEncoder做出來的 比PCA 來得好 就是 因為它 有明顯的抓得到 就是假設這張圖來說 就是說 AutoEncoder 它抓得到 抓得到眼睛 然後鼻孔 嘴巴 的特徵 那如果 以PCA來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它 整個糊掉了 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轉換成 最後從 Input進去 然後到 CodeLayer 降低維度 然後我們抓到特徵之後 我們再從Decoder出來 那它會 變成 就是 會在原本的維度 所以說我們可以發現說 它這個會保留 有比較多的特徵 對 然後再來是 這個 它叫做正規化的自編碼器 然後 我們 從剛剛從影片 我們可以知道說 就是 編碼的維度 如果小於輸入 維度的 那個 剛剛那個 UnderComplete AutoEncoder 那可以學習到 就是明顯的特徵 那也知道如果 我們給予這些 AutoEncoder 很大的 容量的話 它就不能學得到 任何有用的訊息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呃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 AutoEncoder 就是 如果它每一個特徵都要學的話 那代表說 它 就是等於 因為我們 AutoEncoder 它每一個特徵都學的話 AutoEncoder 基本上就是跟 AutoEncoder 一模一樣 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AutoEncoder 它其實沒有任何的因應 因為它全部都學 那 你就不能判斷說 它哪些部分 是不需要的 哪些部分是要的 對 然後 所以說 呃 在理想的狀況下 然後我們會根據 就是 Data 分佈的複雜性 然後選擇 合適的 呃 編碼的維度 然後還有編碼器啊 或是 一些解碼器的容量 就是解碼器的容量 就是說我們要解碼 呃 大概需要 我們要保存多少特徵 對 然後 那這樣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訓練出 就是任意架構的那個 AutoEncoder AutoEncoder 對 那這邊在講的是 正規的 呃 AutoEncoder AutoEncoder 那它這邊 會說 就是 它可以把 它除了將輸入 複製到輸出以外 它也會用一些 Rose Function 然後來 呃 激勵那個 模型學習 其他特性 那這些特性 包含說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到 一些什麼 稀疏 表示什麼 然後或是 Denoising 然後是一些 像是這邊舉例的 其他的 方法 然後再來是 我們 剛剛講到的是 正規的 AutoEncoder 那裡面有一項是 18式AutoEncoder 那 簡單來說 呃 當我們在訓練一個 普通的AutoEncoder 時 那如果我們嘗試 丟經濟接輸入 那我們會看到很多 中間很多神經元 就是Eat and Evernite 它會 都會有所反應 那 那反應的意思是 這個神經元的輸出 呃 不等於0 但是也不會接近於0 而是大有許多 那 講白話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 那個神經元就是 欸 就是你這個輸入 我知道 然後但是 我們想要 想要的不是這種情況 因為 我們想要看到的情形是 每個神經元 只對一點點的輸入 訓練 輸入有反應 假設說 手寫數字好了 手寫數字 那 神經元A子對五有反應 假設 神經元A子對五有反應 然後神經元B子對七有反應 那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我們 為什麼要一個這樣的結果 就是 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一個人他可以做ABCDE 許多工作 那他不太可能是 A工作的專家 那他也不太可能是 B工作的專家 那如果一個神經元 對於不同的訓練 都會有反應的話 那他 有跟沒有其實 是一樣的 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用 SPAS Auto Encode 來舉例 那如果他加上 稀疏限制的條件的話 那我們 是不是會 有繞納的 特徵 就是我們可以 訓練出來的 的那個Model 他可以辨別出 更多的特徵 那這個 SPAS Auto Encode 他簡單來講 就是 在訓練的時候 把吸收 這個Omega H 當作他的一個Panity Panity的方式 加到Hidden layer 那H表示 編碼器 這個H 表示是 編碼器的 輸出 對 然後 他會經過 一系列的 像是什麼 估計啊 就是什麼 一些方法 然後 他可以導出 導出這個結果 那 學習 其實這整個過程 我們就是需要說 把 那個 Lost Function 給最小化 就是你損 你的輸入跟輸出 越接近 這是我們想要的情況 那如果你的輸入跟輸出 不接近的話 那他這個 這個Auto Encode 也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你把 比如說你把一隻貓丟出去 然後你訓練出一隻狗 然後 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那 然後這邊是我們 就是 1080Auto Encode 的部分 然後 然後 再來是 Denoising Auto Encode 因為我們後面有一個地方 也是 Denoising Auto Encode 所以 這邊就一起講 那 Denoising Auto Encode 希望做到的是 所以不僅僅像是一般的Auto Encode 那我們剛剛說到 最初的Auto Encode 希望做到的是 把原本的資料找到特徵之後 再組成一本的樣子 就是我們希望 你的輸入跟輸出很相似 但又不是一樣 那 可是輸出必須要保留說 我能認得它 知道說它的輸入是長什麼樣子 那Denoising Auto Encode 需要處理的是說 我今天有一堆雜券的資料 那我丟進去這個model 它可以幫我 把雜訊全部濾掉 變成沒有雜訊的樣子 對 然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左邊的是Auto Encode 的 所做的 然後右邊是Denoising Auto Encode 所做的 那 左邊的話 你的輸入跟輸出 其實是長得很像的 那右邊的話 我們就是把雜訊 雜訊濾掉 然後 雜訊濾掉Auto Encode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下一張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左圖是 一般Auto Encode的示意圖 然後右邊是Denoising Auto Encode 的示意圖 那 主要是 上面這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原始資料 在這裡 roll input x 然後我們加上一些雜訊 打X 變雜訊 然後 雜訊之後 我們再丟到eternet裡面 然後再 重建成 原本的資料 那我們的 Loss Function呢 就會 就會 原本資料 跟 它 原本資料 跟它算出來的這個 東西 去做 比較 然後就可以 像剛剛幾頁 就是Min Square Error 我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那個 然後它就可以算出說 它的Loss Function 是多少 那我們希望的是 Loss Function 越小越好 然後 然後 那這個是書上 書上所提供的圖片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過程 就是你 X X丟進去 就是經過 你可以 你把它加上雜訊 然後 這邊 加上雜訊之後呢 再把它 丟到hidden layer 然後再經過 L L我可以 這個Loss Function 我可以把 那個 它的 原始資料 跟 它加上雜訊後 進行比較 然後就可以算出它 然後我們希望它 越小越好 然後這個是 也是一個 課本上的圖 那 簡單來講 就是說 這條曲線是我們知道的東西 就是我們沒有雜訊的資料 然後我們現在加上雜訊了 現在加上雜訊之後呢 它就會偏移這個 這條線 比如說這個 這個尾巴 我們 比如說我們加上雜訊的資料 就會偏附在這個 尾巴這邊 那我們要去計算它 它跟原始資料的距離 就是我們的Loss Function 那我們就是透過一些方法 就可以算出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 Ming Square Error 那Ming Square Error的話 其實這邊最 最 可以想成是說 就是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就是我跟它 我跟我的主線 偏差多少 這樣子 類似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是我 我用TensorFlow跑的時候 跑出來的數據 那我 我先train你 我是用 Noise 就是原始資料 然後加上0.3 就是0.3照度的那個圖片 然後去train一個model出來 那我那時候算出來 我那時候 甚至跑出來 最 最後的Loss是0.002 那我今天 用一個 0.3的 照度的影像丟進去 丟進去 我用0.3照度 影像訓練出來的model 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上面這個0.3照度的影像 下面是 丟進去之後的影像 那 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後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用 有本0.3照度的影像 丟進去 0.3照度的model 然後使用0.5照度的影像 丟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說 它有些地方 就是會有一點 糊掉 然後再來 如果用0.7 丟進去 它會更糊 然後再用0.9 又更糊了 這樣完全 你看這個9 我完全看不出來它是9 那這邊 其實 你可以發現說 那如果 我們加強 就是原本 一開始 就是 Chain的時候的照度 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期望說 Also Encoder的抗照能力 可能會更好 請問這個照度 是指選隨機選 30% 把它翻成1的意思 對 我們是用Random 我是用Random的方式去做 就是RandomR 就是Random0.3 對 非常這樣做 你有做反過來了嗎 你是那個什麼 你是那個什麼 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 這個方法 不是喔 不是去加上一個 Epsilon這樣子 不是 喔 不是 那你是可以講一下 你那個 coefficient0.3 是怎麼弄的 是怎麼弄的 喔這個嗎 這個我是用 就是 我是用Tetherflow 然後裡面有一個 RM1.Random 的那個方法 然後去用0.3 去乘以 乘以這個Random 然後就可以得到 是隨機的 對 是隨機的 一點 就是 因為最多 E就是把它全部改掉 UNIFOR 對 UNIFOR 對 E是說 把所有 你本來的點是 是256階 還是 0到1 我原本 是 什麼意思 256個 不然你說所謂1 是全部改掉 是什麼意思 我從什麼地方 改變到哪裡 如果我說 因為我照度是用白點 就是 就是最 最白 最白 255 255 OK 對然後 如果是0.3的話 就是它有可能有些地方 30%會變成是白 對 就是有些 對 然後0.5的話就是 50% 然後70 90% 這邊可以看到說 就是幾乎全白 OK 你有實驗 是 那個 training coefficient 調高 然後 reconstruct coefficient 是低 這樣的結果 會一樣嗎 我有試過 就是 如果我 training coefficient 調高的話 然後 reconstructed 那個 調 調 調 T出來的效果 會有點糊糊的 但是 會補這個還好 就是 會比較像說 會跟這個蠻像的 但是沒有雜訓 就是 就是我剛剛 剛剛說到就是說 如果加強了 如果加強了 訓練的時候的 雜訓的強度 那我就可以 希望說 alto on code的 抗照能力 它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 Node 如果是越大 他reconstructed 的結果 對 對 reconstructed 應該是他更柔 只是說 他不會那麼sharp 他不會 他不會那麼尖銳 但是 但是你可以 還是可以看得清楚 這個 就是數字 就是不會像這個 我用低噪度去訓練的時候 然後 那個 就是高的圖 就像整種 胡調的圖 然後 看起來 還是胡調的這種感覺 他會比較明顯的 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到 欸 還分辨得出來 它是個數字 然後是多少 這樣子 如果說 我訓練的時候 我的照度 調的很高 就是0.99 那那個樣子 就來幾八糟 他會不會根本 學不到的東西 會 就是 他學到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 白白一片 然後如果你把 這些照度的圖 丟進去 就是低照度的圖 丟進去 基本上 他出來 就是 GAP 就要這樣 然後再來是 這個 正 我們用一些什麼 呃 懲罰倒數的方式去 去把 去把那個 Autoencoder正規化 這是課本上提到的 那 我們這個是 利用 PEN 這個 懲罰的倒數 來進行正規化的方法 那跟前面提到的 18 Autoencoder 一樣 那都有 他們都有所謂的 這個 懲罰函數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呃 他跟前面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他多了一個X 對 他增加了與X的T度與相關的部分 那這個做法呢 我們可以適合 適合用在 當X的變化量很小的時候 而這種 這種懲罰函數 在那個 訓練機器的時候 他的 他的目的會讓 就是機器去學習 有關訓練資料的分布 那我們可以去建立 依照這個去建立一個機率的模型 然後我們後面應該會再說到 然後再來是 這個 Power Layer 還有Size 跟Deeps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 我們會討論到 Autoencoder的結構 那右邊這個 可以看到說 他是一個 最 也不是說最簡單 就是一個 Autoencoder 雖然長得蠻簡單的 Autoencoder 那 那 前面有提到說 我們Autoencoder 是由 Encoder 跟Decoder 組成的 那Encoder 跟Decoder的層數呢 並沒有任何的限制 那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有 深度結構的Autoencoder 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好的 更多的好處 那為什麼深層的 Autoencoder 會比淺層的好呢 那 其實 深層跟淺層 其實會達到一樣的效果 但是淺層如果使用的神經元 會比 但是淺層使用神經元 會比 深層來得更多 那如果深層的話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可以 就是減少Data的使用量 跟訓練的時間 因為它 它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把中間的神經元 全部拉成一條 它就會變成一個 又矮又胖的神經網路 那當然 想當然 我就是必須要丟大量的資料 它才可以分類出我們想要的結果 那如果我今天 把它整個神經網路拉長的話 那中間的關卡變多 那就是 我訓練量其實不用很多 我丟進去的東西 它只要能突破重重關卡 那我可以達到說 跟 就是 又矮又胖的神經網路 是一樣的效果 然後 再來是 那 Auto Encoder 它是一種 Feed Forward Network 所以說 可以改善 Feed Forward Network 效能的方法 我們同樣也可以改善 Auto Encoder 那 怎麼樣可以使 這種效能更好 簡單來說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深層比前層還好 那 但其實 深層比前層好的 主要原因 是因為 深層的神經網比較多 那如果說 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擺在同一層 那就是 其實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只是你 需要花的時間跟 資料匯文比較多 這樣 那 那 這是 這樣其實跟剛剛講過 那 再來是 DIPS 就是我們深度 深度的部分 那 一個 Auto Encoder它的深度 它跟什麼有關呢 它跟一個理論有關 它叫做 它的理論叫 Universal 這個 近視的這個理論 那它在說什麼呢 它就是當 一個 有至少一層 Hidden layer的神經網路 它其它使用的那個 記憶函數 它有 單調的提升 那有上下界 那有連續的性質 那 我們就可以 而且它總是存在一個 擁有 有限N個神經元 單層 單隱藏 層神經網路 可以無限逼進這個連續函數 它這個定義是這樣子 那 但是這個定義就是 沒有說 在這個神經網路裡面 的傳說要怎麼學 它只知道說 隱藏層的 就是寬度 它會隨著 問題的複雜度提升 然後變得非常大 那 所以說 為什麼我剛剛講 一直強調說 我們的神經網路 要 比較多層 是因為說 我們 增加深度 就是 為了用更少的 參數 去逼近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然後 再來 這邊 是 我們通常在訓練 隱藏 Dent layer 的時候 我們只會遇到 一層 encoder 跟 decoder 是因為我們一次 只進行一層的訓練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可以 有利於我們 進行函數的調整 那 在 調整完之後 我們可以 把這個結果 再進行組合 所以說 其實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不會 一次就是 像右邊這樣子 就是 一次就很多層 而是 我們會先 一層一層 去做 分析 然後調整它的權重 或參數 然後再把它組合成 一個打的 這樣子 這樣會 比較有利 就是我們 Auto Encoder的 實際 模型的建立 跟應用 然後再來是 這個隨機的 encoder 跟 decoder 跟 decoder 那 之前我們知道說 Auto Encoder的模型 就是 這個是我們 一開始知道的模型 它長這樣 那 右邊 是比較現代的版本 因為它加了機率 相關的東西 進去 然後 那 隨機的Auto Encoder 是什麼呢 隨機的Auto Encoder 分 decoder 都有 可能包含雜訊的成分 那 因此它們的 output 我們可以視為機率分布 那 由機率的結果 來判斷 可能正確的output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同一篇下面 這張的範例題 那 encoder 跟 decoder的機率 可能不一定相容 但是 也就是 一開始的結果 可能誤差很大 那我們訓練的方法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 Denoising的 Auto Encoder方法來訓練 那我們可以 可以發現說 它會漸漸的相容 就是 我們的encoder 跟 decoder 會漸漸的相容 然後再來是 這個 manifold 就是 manifold 就是 中文叫做 流行 不是那個 流行音樂的 是那個 流水流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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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要講到的是說 就是 Auto Encoder它跟其他很多的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很像 就是 也是利用 就是數據 集中在一個 就是我們會 就是 為大量的數據進去 然後去進行訓練 那 流行是什麼呢 流行就是說 比如說 我下面有一張圖 這邊 就是 流行就是說 我們可以 原始的圖像 然後再把它進行 位移 偏移之後 我們還可以 認 就是 我們還可以去辨識說 喔 它跟這個 比如說我這個酒 它已經偏移到這麼 下面 然後我們還可以去辨識說 它跟 它跟原本這張圖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 這邊就是 那 我們 流行是什麼 流行 流行要去怎麼 建立呢 就是 假設說 這邊有一張 這個表 這個圖表 這個虛線 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原始資料 原始資料 是這個虛線 它的形狀很好看 那 這個綠色的線 是我們想要建立的 流行 流行的 流行的資料 那我們 希望說 就是 給它 給原本的資料 一點的干擾 讓它變成這種形狀 那這樣的話 你在幹嘛呢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原本的資料長這樣 那我們給它一點干擾 比如說 我讓它 下面一點 然後或是上面一點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 就可以 就可以用其他 就是比如說 我給你 那張圖 我還是可以推算出 推回出 我原本的圖長 這個樣子 再來就是說 這邊 這個比較 3D一點 就是剛剛那張圖的3D版 就是比如說 假設我的 我的原始資料在這邊 然後 我 對它進行 偏移 偏移之後呢 那 在其他的 那個 不同的位置上 那它可能也是屬於 同一個資料 那它可能也是屬於同一個資料 這邊有點抽象 欸 對 然後 再來是那個 喔 剛剛 對 大概的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剛剛那樣子 然後再來是 contractive 都很夠的 不好意思 就是像剛剛上面那一頁 就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就是說 這些圓餅指的是 橢球 還是指的是圓餅 還是指的是圓餅 還是指的是圓形 還是指的是什麼 喔 它應該是指一個資料 的那個 的變化 就是說 它 一個資料在 假設說我一份資料 然後它是一個 Data Set 然後在不同的 比如說我不讓它 左移啊 上移 右移 下移 就是舉剛剛那圖片的例子 它會偏移到這個 這個不同的區域 就是它 就是一個 就是剛剛這張 這張圖的 這是二體的 這個二體的 那我剛剛的這個是三圍版 對 就我理解就是 平尺空間裡面 你當然會有切 就是一些座標形 就是切項量 那它這裡想挑選 它有二次 那是怎麼加進去 二次 對 它好像是 就是挑選Light 那我想說 高選Light 應該 應該就是 如果我理解沒有錯的話 它一個點 它在這個上面 這個區面上面的任何一個點 你加上任何一個高選 它還是可以在這個 你加上任何一個高選 在任何一個方向 譬如它是一個切面的方向的話 它是變成是一個圓 那個點本身是一個圓心 你是加一個 譬如說 一個Find noise 如果是Mint是0 或是Barrant是1 的那個Epsilon的話 它是會產生類似 就是在這個圓裡面 最大可能 就是大概 大概是這樣 不好意思 再這樣比較大事 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的資料是三圍的空間 然後現在那個 那個子空間 就是彎的一個面 那你在那個點上面 隨便選當然可以找一個 切面 那你在往 它應該指的是 不只是切面吧 不然我會用高選這個字 它是指的是 面 你說是三面 是一個球體嗎 你是說是在一個球體 會不會一個小球 還是指的是 我那時候靠閒 我也不知道 不然你對不起 其實我也想知道 因為他書上沒有特別的去 對這部分做收 然後他就是列出 他列出這張圖 然後他是說 這個叫做 這個Tangent Plan 就是剛剛 剛剛有張圖 喔 這個 那就是 喔應該是這張 對 它就是Tangent Plan 就是正冷切平面 正間平面 就是說 我在這個三圍圓圖 就是比如 平面就是說 這樣切過去 然後它在那個平面的狀態上 長那樣子 然後你從不同的切件下去看的話 它可能長的樣子不太一樣 但是我還是能夠分辨出 它是原本的那個資料 我把你理解一下 它是哪一張圖面拿來平移 那你只需要一個維度 就可以描述平移 所以在一個那種 例如說你的Pixel 是200個Pixel那種空間裡面 它畫出來的 它是一圍的流行 或一圍線 只是那個線會亂飛 然後所謂切空間就是切向量 切空間是一圍的 一圍的話是左右而已 一圍的話就是它的上一頁 對 上一頁 對 這個 這個就是一圍的 一圍只有前後就是 或是左右 就想要再上一張 這個是二圍的 應該是 這是一圍的 這二圍的 對啊 這是二圍 它只是在那個線 它在那一條線上面 因為二圍 它只是用PCA投入到二圍 不過其實它的那個metafold 是一圍的 對 就是 它切空間是那個黑色的線 對對對 切空間就是這個 這條線頭 切空間 對 所以它 就切空間還畫一個小圖 對 這是它的 就是我們的灰色的 灰色的地方我們是 就是沿著這個切線移動 不會改變的那個像素 然後白色的地方 這個白色的地方 我們是變量的像素 然後黑色是代表偏暗的彈珠 對 對 那就是它選出這個manifold的話 它不管圖像怎樣 都可以判免出重點像 來講就是如果它這個是一個二圍的曲線 你看它切線它是一個 在那個點上面它是用它切線跟它的髮像量來表示它的唯一的那個點 那如果是在一個曲面的話 它一樣是用它的切面來去 然後在切面上的那個barons 它會是一個圓 再來是 再來是 contractive autoencoders 那這個中文是收縮字編碼器 那它增加了一個 在h對於 就是我們在我們encoder的部分 增加一個正規化的項目 就是omega omega h 那它的目的是想說 想使那個 omega h 是這個 這邊有定義 然後它是想 讓f的导數 就是越小越好 就是越小越好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叫做什麼 Provenius 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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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吧 類似 就是圓數的 就是這裡面圓數的平方的核 然後 它會跟 Giacobby的那個matrix有關 那這個去 呃 這邊 對 就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張圖 就是說它用 PCA跟 contractive autoencoder 去比較 可以發現說 它輸入一張彩色的圖片 彩色的EP碼 然後我們的PCA 丟進去 它會變成 呃 很像 我也看不懂這是什麼圖 對 然後但是如果你有contractive contractive autoencoder 丟進去的話 那還是可以辨別的出 它的樣子 它有一些特質 還是可以抓到一些特質 那它最主要方法就是 在那個 正規化的項目加上一個OmegaH 然後裡面是利用就是 Opinence跟Giacobby相關的東西去做處理 等一下 它這個 它這個 Regulation Regulation 就是 Giacobby的Matrix 像一下 的Element 如果都快切勁於0 它是什麼意思啊 Deriveness 表示它那個function是很平的嗎 沒有 它有沒有什麼直觀的意義 我想 我想應該是 Ery到達是說 就是沒有 我知道加那個 Regular 比如說你前面有加那個L1 L1 你知道加了L1以後 會讓就是 它會有sparsity 就是會很多Element 會變成是0 加L2以後 譬如說每個Element會變得很小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個的 有沒有什麼 在你們學過 你們有沒有什麼直觀的意義 就是 Giacobby的Matrix 如果每個Element 它的導數都是變得很小的話 那這樣子會是 有沒有什麼直觀的意義 沒有 我只是問過你們 我只是好奇 很小的話 它會不會 就是跟原本的 沒有差 跟我的Input 是 沒有任何 差距很小 有沒有這樣的 RUNX RUNFX 或者是0 等於是它都是 minima 或者是maxima 對 只是我 輸入跟輸出是差不多 有沒有這個可能 這個 可能是在 就是說 相對的一個 Local的 通風 Local 對應該是 在 這樣意思是說 它找到的function 就是這個f應該是encoder 這個f encoder 它要讓x 在x這個點 它是minimum 或者是 對是吧 就是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這個是 這個是 然後再來是 可以 那我接下來講一下那個 Predactors 他的中文是 他的中文是西蘇編碼的那個 演習方式 PSD可以簡稱 就是其實是Spot Coding 跟 因為是一條曲線 比如說就是一條曲線 我可以用很多的前線 可以解開對不對 還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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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我覺得好像 可能是兩個東西 PSD的話 是 Spot Coding 跟 跟這個 Parametric Auto Encoder的 從頭模型 那 相較於前面的話 參數化的編碼器 是 訓練來 用於 預測 預測 就是 預測就是 就是 它疊在數次之後 最後推斷出來的輸出 那 它也包含 同樣也包含了 Encoder Encoder F of X 跟 Decoder G of X 那他們兩個都是 參數化之後的結果 那 PSD 這個功能 很 用來 就是 做 應用在 很多 像是 非間諾學習的 比方說 像物件偵測的 影像 跟 Video 跟 就是所謂的 影音部分的 這些 應用上面 那 就是 在訓練的過程中 訓練的過程中 訓練的過程是用 下面這一個函式 來做 就是把 我要算出來是把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值 做最小化 對 它那個值越小的話 它這個值越小的話 就是 是越好的 對 嗯 那 這邊 我其實這邊有點看不太懂 但是 這邊的話 嗯 嗯 我知道我這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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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 就是 剛剛 PSD的那個 公式的部分 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說 就是我們要把 Channy的那個 Pocit 要把它minimize 然後這邊是 它的那個 公式 那我們下一張 這邊是在講 那個公式的 呃 它裡面的參數的意思 那我們就是 把 H 呃 我們就是把 H給最小化 然後再 經過一年看的動作 然後我們可以去 得到 這個 這個Spastic composition 這個方法 然後 再來 再來就是說 它課本有提到說 那這一部分會放在 第十九章 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就 不做太多的 太多的說明 我們就交給第十九章的 沒關係 我問一下定義就好 你跟上一頁 好 那個 H不是等於Fx嗎 H等於Fx 對 那這樣不是就是 等於零嗎 等於零嗎 但是這邊是 它的定義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在想說 它的定義的 H跟 前面的定義 H是等於Fx 對不對 對 那這邊的話 它不是 奧總統構的 它是 進行 一個 Deep composition 的動作 所以說它的定義是 有差別 對 它有差別 不會完全等一點 嗯 它會有一些 一些誤差 對 它就是想要把 那個數值壓到 越小越好 對 那它還是需要去算出 因為數值很小 所以它就去平 對 我只是不曉得 這時候的H跟F 是什麼東西 不太一樣 這邊Fx還是ecoder 還是 GL-H 還是Decoder 對 然後 這個H應該是指說 它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比如說 F'x OK 對 就是兩個的差距 因為我們是要去算它的差 所以是想講 軍方 類似軍方 跟 的那種 請問如果我把那個爛打H拿掉的話 那剩下的東西會回到eco的嗎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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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打H拿掉嗎 對 因為這樣看起來 H剛好是Fx 跟 取把H代為S 就是一般Auto Auto Auto 會回到Auto Auto 對 我不知道會 你的意思是說H是在認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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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破壞Auto 因為H本來想照Aut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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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H算是一個出十字 對 然後 這個動作我們是要把它做最小化 那如果我們把左邊的跟右邊的都拿掉的話 那照理來說它就是跟前面的是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這邊是它的步驟 對 然後就請十九章的人幫我們再繼續補充關於PSD的部分 對 然後應該 應該沒有 對 沒有沒有 就是隨便跑出來一個 就是 它可以去 去學 就是我們用Auto Auto 的方式它 可以跑出 就是說 可以把那個過程 就是我們零到齊 它是怎麼去分類它 對 在H是Base 就選一個不一樣的H 然後再產生出來的過程 對 然後 就會看得出來 就是它是越來越像 越來越像 然後原本是零 然後居然可以變成七 哇 太神奇了 什麼意思 可以再講一下 你這一頁要表達是什麼 你這個 每一個圖是 哪邊是Input 哪邊是什麼 左上是Input 然後右下是Output 它是一個慢慢轉變的過程 對 然後這個其實不在課本裡面 它叫Valuation of Autoencoder Valuation of Autoencoder 對 然後它其實 像 就是一種產生的過程 對 是一種那個 我知道 就這間 對 這間是Model的輸出 然後 我是覺得它蠻 可以代表這一張 但是課本裡面有一張 對 然後就把它貼出來 對 那應該是沒了 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請說 有時候 如果我們的重建重建的不代行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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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